高雄心中夜市 一旁不起眼的大樓 卻被民眾發現 兩棟建築物的連接空橋 居然抓上鐵窗及冷氣 難道連空橋都有住人嗎 還滿酷的 就是兩棟中間可以就是通出去 不過當你好像地震的話 就在無險 你敢住嗎 我不敢 你不敢住 我不敢住 所以很危險 也難怪會引發討論 除了空橋住人 讓外界有些意外 加上房子底下懸空 住在上頭是否踏實 也讓人充滿好奇 觀賞的客廳盤背還有房間 但是從陽台走到了戶外 就可以看到房間的窗戶 但底下卻是整個樓空 原來50幾坪的室內空間 大部分還是在大樓的主結構內 只有其中約5坪大的房間 懸空突出外頭 由於同一層 共有四戶有同樣格局 因此從外頭一看 就好像是一座空橋 被勿以為是空橋屋的大樓 其實已經42年 就位於高雄的三多跟文豪路口 地上12樓 地下一樓的建築 戶數將近400戶 但只有四個樓層 有16戶多的戶外房間 雖然空間較大 但同樣有計算土地池分 繳稅沒有減少 雖然屋林老歸老 但樓下就是夜市 5分鐘內 還可以到附近三間百貨 以及捷運站 因此每坪價位 仍在20萬上下 就算格局奇特 仍佔盡取為優勢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